王时颖女人26岁湖北人 武汉音乐学院 充实声乐与编导声音 各位企业家土耳老师 大家好 我叫王时颖 然后今年26岁 然后我来自湖北襄阳 我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专业 然后大学期间呢 考取了教师资格证 所以在毕业之后呢 然后我就从事了跟声乐 然后相关的一些 培训老师的工作 然后来到这个节目呢 就是一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去展示自己 然后呢 另外呢 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然后求职一份 就是跟音乐 或者是声乐相关的培训老师工作 谢谢大家 每当颜值高的女生上来 我就很担心 待会又是一番唇相守战 疫情期间 是不是也在家天天唱歌 对 因为跟妈妈两个人在家 因为我是湖北嘛 湖北襄阳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真是比较很艰辛 然后都不能出门了 就只能在家 那在家干点什么呢 那我是学唱歌的 然后妈妈又喜欢唱歌 然后刚好我家里 有可以K歌的那种效果 然后就跟妈妈两个人一起 唱唱歌啊 然后有的时候 妈妈会问我一些 就是唱歌一些方面的问题 然后我就会去指导她 因为她没事的时候 就跟她们那群小姐妹啊 然后去KTV 然后她就会问我 哎呀 女儿 我今天唱什么歌好听啊 我哪个地方唱得好与不好 然后我就会去跟她去说 然后去交流 所以说也可以通过 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去促进母女之间的 这种情感和交流 土老师她聊天不尬 你这一个问题 她可以一直在跟你聊 聊了好多 眼生了 你好不容易 今天聊到一个 这个就聊天还挺舒服 刚才那个女生 聊一句的半天才出来一个答案 这女生挺会聊天 你这一路从湖北来北京 是哪天来的呀 我是4月10号 这一路来说实话 有一点点艰辛 那么对于来北京的一个流程 就是你不能自主地去选择 航班或者是列车 你必须得通过国家规定的 指定的一个高铁 就那一趟 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审核 然后填表 各种一系列的东西 然后慢慢地最后 哎 舍货通过了 然后再确定 你要来的时间 然后这一路上 就是做好防护啊 眼罩啊 口罩啊等等 然后包括你安检的时候 因为尤其是特别近北京的 特别特别严格 然后到了西站 然后又有专门的 就是北京的工作人员 有专门的大巴车安排你 然后护送就到家门口 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心里特别忐忑 让我感到特别温暖 就是我到了就是居住的地方 然后社区的工作人员 就特别热心 这一路上哎呀 问我怎么样啊 然后问一下我的情况 对 然后又一路地 护送到我到 真是到家门口 然后会叮嘱我 我这14天要在家里 怎么怎么样 然后会给我提供一些 生活用品去哪里去购买 这等等一系列 就会让我觉得特别地暖心 其实这个这次疫情当中 湖北的朋友确实是受苦了 但是审核的严格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双向的 既为了保护别人 对的 对的 为了保护别人